蓝紫色的光芒闪耀,蓝荫草悄然密布,从唐三身体周围升起,在唐三身边悄然律动着。 大师仔细地看着唐三召唤出的蓝荫草,口中喃喃地说道,蓝荫草细了,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光泽,除了原本的茶香之外,还多了几分淡淡的甜心之气。 应该是人面魔珠附带的毒素渗入其中。 以人面魔珠蛛丝的坚韧,你的蓝荫草虽然变细,但却比以前更加坚韧才对。 小三儿,缠绕住那边的树,全力拉扯试试。 是,唐三一抬手,一根蓝荫草垫射而出,眨眼间已经缠上了十米外的一根大树,双手同时用力, 玄天公全力催动。 那棵大树足有成人核爆粗,在唐三的全力拉扯下,粗大的树干开始渐渐弯曲。 大师组到树边,仔细观察着缠绕在树干上的蓝荫草。 随着唐三的用力,蓝荫草已经渐渐勒入树皮之中,一层淡淡的烟雾从蓝荫草与树干接触的位置散发出来。 明显能够看到,蓝荫草正在逐渐深入树干之中。 伴随着唐三的用力,树干的弯曲幅度越来越大。 好了,可以停下来了。 大师向唐三比了个手势。 唐三这才放松蓝荫草,缠绕在树干上的草身如同灵蛇一般,飞速收回。 本身看上去并没有一丝变化。 小三,你来看。 大师将唐三招呼到自己身边。 蓝荫草的坚韧程度明显增加了。 虽然本身变细,可在你三十几以上的魂力全力拉扯下,它没有丝毫被撑拉开来的迹象。 也就是说,以你的魂力,是不足以将蓝荫草拉断的。 并且,蓝荫草上附带的毒素明显增加。 如果你用出鬼藤附带的毒刺,效果应该会更好。 除了原本类型的毒素之外,现在还多出了腐蚀性毒素。 这是属于人面膜珠的。 唐三顺着大师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树干之前被蓝荫草缠绕过的地方,巷内深陷了大约两寸左右,周围是一片焦黑之色。 虽然随着蓝荫草收回,已经不再有烟雾散出,但依旧能够看出蓝荫草上附带的强烈腐蚀性剧毒。 老师,蓝荫草的毒性增加不少,现在大概有魂力麻痹、神经性剧痛、腐蚀三大效果。 一般魂师,如果只是凭借魂力抵挡,已经很难了。 尤其是这腐蚀性剧毒加入之后,一旦刺破对手的皮肤,就会令其他两种毒素拥有更大的发挥作用。 再加上,本身坚韧导致缠绕更紧,效果也会有明显的增幅。 大师导 这次吸收人面魔珠魂环,虽然冒了极大的风险,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 但看蓝荫草本身的增幅,就已经相当惊人。 而且,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了不小的增强,收获不错。 不过,我还要再次提醒你,同样的错误,不要再有第二次。 我绝不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 唐三呵呵一笑,老师,我知道了,以后绝不会再冲动。 大师汉手微笑道,来,放你的第三魂迹给我看看。 唐三点了点头,朝四下看来看,选择了两棵树之间的位置。 此时,释放出五魂的他全身三个魂环正在有序的律动。 在玄天宫的催动下,第三魂环骤然闪亮,亮紫色的光芒弥漫全身,遮盖了另外两个光环的光芒。 大师欣慰地暗自点头,同时也有些羡慕。 毕竟,这第三魂环是他一生的期望,却始终没有实现。 唐三脸色凝重地抬起右手,掌心之中,蓝光大放,全身魂力外放,无形的压力,令周围低矮的灌木一阵速速发抖。 去! 伴随着唐三一声低河,只见他掌心中蓝光骤然大声。 紧接着,一团蓝绿色光芒脱手而出,在空中瞬间长大,眨眼的功夫已经长大到直径五米左右,朝前方飞去。 伴随着蓝光内云,大师能够看清那蓝光的真实景象。 那是一张巨大的珠网,一环套一环,极为紧密,整个珠网都是由蓝银草勾织而成。 只是这些蓝银草和之前唐三直接释放的蓝银草相比,要更细一些,而且通体呈现为成彻的蓝色。 珠网扩张,当它接触到两株大树时,瞬间贴合,形成了一张虚悬在那里的大网,直径五米的大网虚悬在那里,在黎明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 唐三在释放出这张珠网后,脸色明显变得有些苍白,显然是耗力过大的缘故。 这就是唐三的第三魂迹,珠网束缚。 小三,说说你对这个魂迹的感触。 大师一边看着粘连在两棵大树之间的珠网,一边向唐三问道。 唐三道,我在吸收了人面魔珠的魂环之后,就出现了第三魂迹。 根据我对这个魂迹的感受,它有几个特点。 首先,它因为是由蓝银草组成,所以拥有着蓝银草本身的全部属性,毒素、坚韧都在。 其次,珠网本身多出了一种粘连属性,拥有着极强的粘性,一旦被粘上一点,立刻就会缠绕而上,将目标紧紧束缚住。 第三,珠网本身是顺发,以我现在的魂力,发动一次这个魂迹,需要消耗我三分之一的魂力。 大师眉头微皱,只是如此吗?还有没有其他特性? 唐三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珠网本身的韧性,是直接使用蓝银草的两倍。 今后,在使用这个魂迹时,它的面积以及使用次数和韧性,都会随着我的实力增加而变化。 也就是说,蓝银草越坚韧,这珠网也就会变得更坚韧,蓝银草的毒性也会被它附加在内。 大师点了点头,这就对了,你对这个魂迹有什么看法? 唐三道,虽然看上去它似乎并不华丽,但我觉得这个魂迹非常实用,对于我的五魂控制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两倍蓝银草韧性的珠网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了。 大师微微一笑道,不,你还是小看了它,它不只是使用那么简单,而且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魂迹。 你超越极限系书的人面魔珠,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迹呢? 我几乎可以肯定,除非是遇到正好克制你限制技能的对手,否则,同级别甚至是比你高十几以上的魂尸,谁也无法挣脱它的束缚。 有了它,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尸真正的强悍之处。 看着唐三若有所思的目光,大师继续道,魂尸在一对一的时候,最强的既不是力量型魂尸,也不是强弓或者敏弓类魂尸,而是控制系魂尸。 因为控制系魂尸能够限制住对手的行动,或者控制对手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尸,又怎么向你发动进攻? 在魂尸界,控制系魂尸始终都是恐怖的存在,只是控制系魂尸一般来说也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所以并不出名。 但真正强大的魂尸都知道控制系魂尸的重要性和强大性。 唐三道,老师,您是说,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现在四十几以下的魂尸都无法挣脱我的猪王吗? 大师点了点头道,基本如此,但也不排除例外。 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每个五魂也都有自己的优点。 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物魂吗? 同样的,虽然你现在的五魂在这三个魂环的附加下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同样有克星的存在。 一边说着,大师从怀中摸出一个简单的东西,缓缓走到唐三之前释放出猪王的地方。 在大师手中的是一个火折子,他迎风一晃,顿时一股火苗从火折中喷吐而出。 大师将火折子放在猪王下方,用火焰烘烘猪王。 刚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没觉得什么,但一会儿的功夫,他明显看到那极其坚韧的猪王最下面的一丝开始在火焰中逐渐融化着。 我明白了,您说的克星就是火。 唐三恍然大悟,同时也联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马红郡时的情形。 当时,马红郡正是凭借着他的凤凰火焰,轻松地化解了唐三蓝银草武魂的缠绕。 虽然后面依旧吃了亏,却也让唐三的蓝银草无用武之地。 大师点了点头道,不论是植物还是你的猪王,本身都怕火。 这火折子上燃烧的火焰很小,自然不足以威胁到猪王。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那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 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点。 这也是控制系武魂相比于其他属性武魂强大的代价。 而你的蓝银草弱点就是聚火。 因此,今后你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一定要多加小心。 唐三想了想道,老师,如果我今后在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地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 大师道,不要那么做,那样虽然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抗性增加,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两个魂迹浪费在对火焰的抗性上,那么,当你今后魂力达到一定级别后,你还有与对手抗衡的足够魂迹吗? 可是,如果不增加对火焰的抗性,今后我遇到这种类型的魂师,不是毫无办法了? 唐三疑惑地说道,他并不是不明白大师的意思,但自己的五魂有一个这么大的缺陷,显然是他不希望看到的。 大师淡然一笑道,哄这些魂师是很少独自行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自己也不是没办法解决,你不是一直在弄你的那些暗器吗? 虽然在我看来有些玩物丧志,但我也不得不承认,你那些暗器所拥有的威力却是惊人,而且,你不要忘记,你并不是只有蓝银草一个五魂。 通过大师的提醒,唐三顿时想起了自己的那柄锤子,心中一动,老师,您是说我可以修炼那柄锤子呢? 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不行,记住,没有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将魂魂附加在那柄锤子上,一定不能,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现在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蓝银草。 虽然不明白大师为什么这么坚持,但唐三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大师道,小三儿,不要好高骛远,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依旧是魂力的提升。 蓝银草现在所拥有的魂迹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将来的你只会变得更强,你是老师的希望,你明白吗? 好了,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你心中的疑问,你先把上衣脱了。 唐三心中一紧,自从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没有了魂兽的威胁,唐三一直在思考,自己背后那八条猪腿是怎么回事。 此时见到老师,他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答案,对于武魂、魂兽、魂环这些知识,他相信没有人比自己的老师更熟悉。 脱掉上衣,唐三会议地将背部对着大师。 大师走到他背后,抬手按了按唐三的脊椎,唐三只觉得一股温暖如何的魂力从背后涌入,紧接着,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的脊椎上下游异。 大师的表情很认真,他仔细地检查着唐三脊椎上的每一处脊骨。 小三,当你将那些猪腿收回后,你能感觉它们到了哪里? 唐三背转右手,在自己背后的肋骨上点了点,说道,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上,我能感觉到它们似乎是依附在了肋骨上一般,但对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觉得背部的力量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一些似的。 大师按照唐三所指的位置摸去,立刻发现,不但这八根肋骨要比其他的肋骨显得粗壮一些,同时,与这八根肋骨相连的脊椎骨也要比其他椎骨粗壮几分,摸上去不但坚硬,而且韧性十足,连带着唐三背部的肌肉似乎也更有韧性。 惊喜的神色渐渐出现在大师面旁上,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飞速地后退几步,来到唐三背后五米外。 用魂力催动,把那八条猪腿释放出来。 玄天宫运转,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怪异的猪腿。 坦白说,虽然感觉上这些猪腿会令他自身的力量增强,但唐三却并不怎么喜欢他们,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根猪腿,自己似乎变成了怪物似的。 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生怕放过了任何一个细节。 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 紧接着,大师清晰地看到,唐三的整条脊椎似乎要透体而出似的,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 刚才他注意到的那几节椎骨上紫光释放得格外明显。 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猛地从唐三背后突袭,形成了八个骨包。 略微的疼痛和麻痒出现在后背,令唐三略微感到一些不适。 但他并没有停止魂力的激发。 唐三发现,催动背后的变异并不会消耗自己太多魂力,似乎在那脊椎骨之中,本身就蕴含着一定能量似的。 伴随着八个骨包的凸起,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起来。 突然,随着唐三身体一阵颤抖,八个骨包终于破体而出。 把根粗状的紫色柱状物飞快地从它背后延伸开来。 如果此时有唐三在史莱克学院的伙伴们在,一定会发现,这一次猪腿生长出来的速度要比上一次快得多。 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粗状的猪腿就已经伸长到了一米五的程度。 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从那一米五的粗状猪腿上通过末端关节骤然又弹出一米五的长度,露出了最尖锐的部分。 唐三忍不住发出一声嘀吼,背后的八根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舒展开来,紫幽幽的光芒闪耀就像八根巨大的手臂一般将它的身体护在中央。 在猪腿上,隐约能够看到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紫光流转,似乎它本身是透明的紫水晶一般。 好,大师赞叹一声,小三儿,控制着你的猪腿,刺倒一棵大树,用力。 唐三虽然对自己的猪腿控制还显得很生疏,但仅仅是刺中一棵树,他还是能做到的。 微侧身,左侧的一条猪腿骤然弹出。 突的一声,唐三惊讶地发现,猪腿像是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轻松地刺入那棵需要单人合抱的树木之中,并且从另一端穿透而出。 更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随着猪腿的刺穿,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一层紫色从猪腿上悄然蔓延,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树体。 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了紫色,一块儿的功夫,就连枝呀和树叶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 一片片树叶从天而降,还没等落地,在空中就已经化为一缕缕紫色粉末,消失不见。 而那株大树更是像冰雪消融一般,就那么悄然地化为紫色积粉,融化了。 就连地面在大树附近的一些接触到这紫色粉末的灌木,也相继被紫色渲染而消失。 方圆数米之内,全部变成了一片紫色的死剂。 一股微弱的能量顺着猪腿传入唐三体内,虽然能量不多,但却非常清晰。 上次在马洪俊摸到猪腿中毒后,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那次更加轻微,他也没有过多的注意,这次却变得极为明显。 就像是那根猪腿吸收了大树所蕴含的能量,在传入唐三身体似的。 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渐渐变成了无色,一会儿的功夫已经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无法看到。 而之前那树大树就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似的,唐三刺出的猪腿还保持着先前的动作,可是那里却已空无一物。 这,这究竟是…… 唐三呆呆地看着猪腿,虽然他已经猜到猪腿的攻击力会不错,但也没想到这猪腿所附带的毒性会如此恐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